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中曹斐然饰演的贺洪林这个角色 最近是争议颇多呀 他多诸多行为 可以用又当又利来形容 被总拿他家里条件不好来说是 天底下困难的人多了去了 比贺洪林惨的人也有 这个不是借口 不是说贺洪林不可以耍心机 玩些小聪明 来给自己换取实际的利益 人嘛 都有私心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种 既想满足自己贪欲 又要保持自己的偏执般的洁白高傲 用公主心 没公主命 在没有足够条件的前提下 非要按照公主的生活方式去活着 相比之下 他都比不上大家口中那个不检点的小慧 在胡同里都传着 小慧是个骚女人 看清她的人大有人在 黑子还经常吃她的醋 没少动手打她 可小慧就认定了一条 自己喜欢黑子 那就跟定黑子了 当时黑子到小慧家里 被小慧家里亲人暴揍一通 她也是撂下了狠话 在那个年代 小慧是够不要脸的 家里人完全理解不了她的行为逻辑 小慧就是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并且做好了为此付出代价的准备 想吃鱼就别怕弄一身心 梦中的那片海中 曹斐然饰演的贺红林 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她想要的生活 需要她做出牺牲 结果是 她利用自己的姿色 在众多男人间闪转腾挪 让别人承担了代价 帮她打通人生的上升通道 别再说 后红林的命不好了 试问 在那个年代 平常人有几个能进文工团的 你真以为后红林 是完全凭借个人能力进去的 当兵后 家里母亲也有人照应着 不用担心 这叫命不好 她命是有多好 在生命中遇到了齐天 萧春生 叶国华这三个男人 齐天愿意护着她多年 完全尊重贺红林的想法 从未强迫过贺红林 要不是为了贺红林 她也不会与人结怨 最后被打击报复 齐天刚进去 萧春生就完美衔接了 这还不包括 一直真心付出的叶国华 到了文工团 都在传贺红林 和叶国华补一般 也有传她背景很硬的 可那段时间 贺红林也会从未解释过 自己有男友 是萧春生 也没有解释过自己毫无背景 因为梦中的那片海中 曹斐然饰演的贺红林知道 自己需要这样的留言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 有很大的益处 当后来真相被揭露时 贺红林只剩下苍白的解释 说自己不愿意去回应 无聊的事情 别人不知道真相时 那留言可不无聊啊 堪称是她贺红林的护身符 平常大家多少都要让着她一点 但真相大白的时候 她就开始玩 洁白高傲的那一套了 说回应留言很无聊 搞得她很问心无悔一样 包括后来那个李干事 说要给她拍照 发布在军报上 好家伙 她直接开启倒贴模式了 但显然那个李干事 不是什么好鸟 就是希望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 占些贺红林的便宜而已 要是能直接拿下就更好了 估计后来贺红林发现自己被骗 会和李干事发生冲突的 同时 梦中的那片海 钟曹斐然饰演的贺红林 现在也明白了 自己如今的局面 还是和叶国华走得近一些比较好 这样对自己有利 因此叶国华的好日子要来了 最近她会发现 贺红林看着自己的眼神 充满了满满的爱意 叶国华在贺红林那里 其实就是个妥妥的大怨种啊 实际上 贺红林哪怕早点直视自己贪婪的内心 当初就直接对叶国华投怀送抱就可以了 依靠着叶国华 她能实现自己心中所想的大部分事情 可是贺红林就偏布 就是有一种 和她谈现实 她非要和你谈理想 你想和她谈理想 她偏偏又谈现实的人 活着就很拧巴 她什么都想要 事业 爱情 名誉 现实和理想 她非要捏合在一起 就好比 她穿着一套洁白的裙子 穿着一双洁白的鞋 就差一个漂亮的女王冠 她发现在泥潭的中央 恰好漂浮着一顶香满钻石 璀璨夺目的王冠 是她心中所想 可她过不去 因为她容不得自己的裙子和鞋子沾染上哪怕一点污泥 围着泥潭周围直打转 之后周围的男生 为了博得她的芳心 争相下场 折腾的满身污泥 不成样子 好不容易一个男孩把王冠送到贺红林的手上 贺红林却用极其厌恶的神情回应着 嘴上说着 瞅你那脏手 把王冠都弄脏了 在精心擦拭王冠后 她戴在了头上 转头就跑入人群 直接成为人群的中心 对大家说 她多年来的不易 如今的成功 都靠自己 梦中的那片海中 肖战饰演的肖春生 还是早点和她分手比较好 以免日后遭遇更大的伤害